佛威大师告诉我们 你要信佛愿 所以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去观察 所以人生 都在这个念佛堂里面在念佛 心有没有在佛 不一定 虽然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坐在里面在念佛 心有没有在这个佛名号当中 我们有没有在真正在念佛这句名号 也不一定 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 得不到利益的人少 为什么 佛在念弥陀 心都是胡思乱想 所以得不到利益 是不是 你看 眼睛看佛像 但是心里面不在想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的毛病 所以佛威大师以前在世的时候 告诉我 讲了一句话 现在的众生 太难度了 所以 怎么劝他 怎么劝 他还是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习性 所以没办法 所以中国人 古人有讲一句话 就自作自说 就是没办法 那偶尔大师在为我们说明 第二个就是信佛愿 这个佛是指 指谁呢 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 这就归我们说明 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愿是指什么呢 是我们一定要深信 深信什么 深信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发四十八大愿 你要相信 确实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 有发这个愿 所以为什么偶尔大师告诉我们 教我们要深信四十八大愿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四十八大愿 没有一个真正的深信 比方说 以前有人 曾经问过一句话 他说 他说师父 我们一天到晚 把阿弥陀佛念得不停 一年三十六五天 六十五天 天天念他的名号 天天来称念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会不会觉得很烦 你想一想 我曾经有遇到一些句式 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每天念他 一天到晚都是念他名号 不管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到礼拜天 天天就念阿弥陀佛名号 阿弥陀佛会不会很烦 人家都很生气 这个问题 就好像什么 好像孙子念姥姥 或者孙子念奶奶 一天到晚念个不停 姥姥奶奶 有时候 我们做奶奶的 会感觉很烦 知道吗 你有这种的想法 会有时候感觉到人家说 会不会很烦 很啰嗦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人家会这样想 有时候人家会这样想 会不会生气 当然不会 我们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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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而且阿弥陀佛很喜欢 你能够一年365天 天天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更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要我们天天念他 而且大家 你去看一下 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前面 发达四十大院 特别是第十八院 你看第十八院怎么念 我做佛使使方众生 闻我名号 闻这个字很重要 自信信要所有上根 信心回向 验生我国乃至始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洁 为处无逆 诽谤正法 你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念佛得利益 闻佛得利益 念佛得利益的 阿弥陀佛在这个院里面 告诉我们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念念他的名字 你怎么能够说 阿弥陀佛会生气呢 阿弥陀佛会烦恼呢 阿弥陀佛会很烦呢 不可能 因为在这院里面 阿弥陀佛要我们 天天念他的名字 念天天念他的名号 因为你念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是最欢喜的一件事 所以文 这个字 是听文也含信受奉行的字意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的名证 所以你要相信 今天给大家简单说明 让大家明白 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 你天天念他 阿弥陀佛会不会生气 你就跟他讲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而且天天 鼓励你 天天你念他的名字 他更欢喜 哪怕是你24小时不停的 来念他的名字 他也不会感觉啰嗦 所以你看台南金钟学会 那个五罗念佛堂 每一天啊 24小时啊 不间断 台南金钟学会 我们博士没办法 不要说24小时 24小时 你能够一个星期 供修一天 就阿弥陀佛了 算不错了 你看那个台南金钟学会 每一天24小时 都有人在上面念佛 不管有多少人 有五个人 有十个人 每一天都有这样 24小时 这个星期是谁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是谁 哪一批的 哪一批的 都要分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会感觉啰嗦吗 他不会